水龙分会志工浩浩荡荡的出发 准备前往各个邻里商圈 在后疫情时期 重新启动敦青牧林运动 让社区民众再认识此季 其中 志工重遇了2021年末 水龙大水灾的受灾民众 在马来西亚中大水灾的时候 曾经有去帮助他打扫 打扫叫做他真的很感动 以前我们把住人 一笔钱也是从这个打扫拿过来的 这个打扫我们今天拿过来 就是要放在你们这边 此地雪龙分会发起爱心商店计划 藉由志工艾家艾户登门拜访 希望社区商圈的业主们 应允在商店里设立竹筒岁月铺满 收集顾客们的爱心 捐作工艺 辅助清贫家庭 那时候我们每次收到 费家庭的钱呢 那个两毛钱我们就会放进去 所以我们跟顾客讲 我们是没有收你这个钱 我们就吃给实际 志工是提起了十分的勇气走进商圈 因为并非每个业者都点头示好 接受这份邀约 无论结果如何 志工们都抱着真诚和积极的态度 重新和灵力搭起善的桥梁 我们也想启发人人的三心 就讲把钱弄进去 听到那个弄一声 然后他们就会一帆风顺 生意兴容 感觉也很温馨一下 然后我们就问他 这样子我们可以把这支筒 放在你的店吗 然后他讲OK啊 OK啊可以啊 志工的挑战 不仅是打破人与人之间的隔阂 更考验着志工的耐心和毅力 商圈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中心 距离工作地点 生活居所最靠近的地方 唯有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发挥守望相处的精神 铸造一个和谐共善的社会 麦大爱吉隆坡 风和报道